我给一个检查员专门讲过两个小时的信用卡诈骗罪的罪与非罪 他们听我讲的时候我很郁闷 我说我从来没办过信用卡诈骗的案件 你们为什么要听我讲呢 他说我们现在已经被信用卡诈骗的案件要遮磨死了 攻击法已经不能愉快的在一起喝酒了 这里面的核心问题 我说是不是就是因为恶意透支呀 他说对呀 我说这里面我只要问你们一个问题 如果你们能回答你就定 如果你们回答不了就不要定 于是那个检查官就问我说 哈老师你问吧 我说很简单 这哥们是不是透支了 超过三个月不还了 经催修也不还 超过了当时是一万块钱 现在起行点变成五万了 好超过这个起行点了 他说对的都没有任何问题 我说现在请你证明一件事情 此人在什么时候实施诈骗行为的 那个公诉处的处长立刻就愣了 然后我说第一个时间点 他拿着自己的身份证去办了一张自己迷的信用卡 yes or no 他说yes 好这个行为算不算诈骗行为 他说这不好说吧 不能说办卡就构成诈骗吧 因为一切都是真的呀 好 我说第一个行为点不是诈骗 好 第二个行为点 他拿着这张卡里面透支额度 比如说十万块钱 于是呢 星期一刷卡给女朋友买些花一宿 俩切 星期二请男朋友吃饭一次花费三切 星期三 然后又花费在天猫上买了什么东西 我说他是不是一次性刷了十万 还是疯了 N次才把这十万块钱刷吧 他说N次 我说好 请回答我的第二个问题 哪一次是诈骗 骗了谁 这个解释官当时就愣了 我说假设他花了十次 划卡 划卡 划了十次 终于把这个钱给花完了 没法再透支了 透支不就是个借钱吗 银行喜欢发一些发明一些与日常生活不一样的词来表明它的独特性 大家已经接受了 那就接受了 其实就是一个借钱的问题 好 那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花了十次 花 花了十次 终于把这个钱给消费完了 所以我要问 公司处的处长 请你必须告诉韩友怡 第几次成立诈骗 第一次是不是诈骗 他不敢回答 第十次是不是诈骗 他还是不敢回答 好 那么如果这十次行为都不是诈骗行为的话 下面就出现一个问题了 超过三个月 不还 现在他的第三个动作是个不作为 有还款义务 这个义务来自于合同 而竟然不还 现在的问题是 不还钱 是不是诈骗 他又不敢说话了 最后我说 那么你要订到信用卡诈骗罪 恶意透支信用卡诈骗罪 那你要给我找到他的诈骗行为 突然我发现 在这个案件中我大致给你归类了三种行为 第一个是办卡行为 第二个是消费行为 第三个是不还 你竟然说没有一个动作是诈骗 然后你最后敢定他信用卡诈骗罪 你不觉得自己脑袋净水了吗 对吧 讲完课以后 简直约的说 难道信用卡诈骗罪就不存在吗 对吧 难道我们判了上万人 都是胡判吗 难道这个立法本身 就立错了吗 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这玩意儿在挑战总则 他可不是在挑战风则的问题 这是挑战总则 为什么 风则只要不违背总则的时候 是可以出现法律拟制的奇葩立法的 比如说带凶器抢夺 仍然就要定抢劫 没有任何问题 但他那个时候你会发现 他不挑战总则 他仍然对风则 抢劫的构成要件该当性 进行一个扩展而已 立法者也没有这个权利呢 有啊 没有任何问题 这玩意儿挑战总则 挑战总则在哪块呢 你会发现你不知道哪个动作是犯罪行为 而在刑法总则上 刑法是行为刑法 第二个 你也搞不清楚在哪个动作上 此人产生了啊 以非法债有为目的的故意 你也不知道在哪个动作上 产生了以非法债有为目的 因为这里面极有可能是这样的 我的行为在前面 我在前面 我每一次消费的时候 我都是要还钱的 我很诚信的 可是过了两个月以后 我突然产生了一个想法 不想还了 那在这种情况下 两个月起的行为 与两个月以后的 主观故意与目的之间 是有实际上的落差的 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你仍然敢 把两个月起的行为 和两个月后的故意结合在一块 定他一个诈骗罪的话 你就突破了 挑战了刑法总则要求的 主客观相依致中的 最要命的一个原则 同在 或者叫同时原则 后来讲到那的时候 最搞笑的一幕出现了 当时我记得我很清楚 这边做的是竞争队的全体成员 中阶做的是检查阅的全体成员 这边做的是法院行二庭的副院长带领的全体成员 就是攻击法都来了 都来了以后 法院的人呆若目击 检查阅的人欣喜若狂 然后呢 公安局那边就开始提问了 韩老师 那是不是这个196条第三款 其实是个废法条呀 换句话说 这个恶意透支 第二款是不是严重有问题 根部就没法执行呀 我当时记得我的回答就是这样的 第一个 这位可能要可观规罪 才敢把它定为犯罪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在刑法风则中 我发现有五个法条 其实是严重有问题的 这个196条第二款 恶意透支构成的信任卡诈骗罪 属于 最典型的一个 所以 你们呀 不要做银行的 讨债队和狗腿资 他们自己去要去 要不回来拉的 谁他当年烂犯卡的 除非那种一开始 就穷的要死 啥也没有 然后拼命的办了很多卡 用借行的还工商行的 用工商行的还交行的 交行的再还农行的 出于这种人的话 他在办卡那一刻 其实就已经是诈骗了 这属于白吃白喝的典型状态 叫漠视诈骗 这种类型 抓起来 典型赶诈骗 如果像我这样的 还能列证小七的白领 偶尔信任款 欠账不还的 能不抓不抓 能按照名师来处理 就按照名师处理 好像当时 那个讲课在当地 还是起了很大的 实际营所应 我记得应该 如果不错的话 大量的人直接到这里给放掉 对吧 我们还是救了很多人 虽然那帮人 连一封律师费都没有给我 但 计划